Hello大家好我是华晓琼 今天呢我和大家聊聊在场上遇到左撇子 大家是不是也都会习惯性的往他们的正手打呢 那其实我们在遇上左手的对手呢 他们一般正手要好过于头顶反拍 我觉得还是有迹可循的 先从接发球来说吧 对手呢肯定是希望发在你习惯性出在他们正手的落点 这样有利于他们用他们擅长的正手去出球 我们的肩发球在接之前呢就一定要想好了 主动避开接到他们的反拍区 在他们注意反拍区时 咱们就可以以身试险正手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那当然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回头要做好准备 那很多的左撇子呢在进攻时 都会在头顶区给自己创作出机会 让自己能在正手去突击进攻 那这时我们要做的就是趁他们还在反拍区的时候去反击 那或者可以大胆的快给对角 就算他们在正手也杀不下来 当然呢这些战术陷入呢也是要去靠实战去突破去实践 那如果我说的这两点有帮到你 那就在评论区留言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拜拜下次见 小红书 大红乱 大红书 大红书 相当深的 我是说的 弹拐 大红书